向大家報告 今天的議程是市長介紹市政團隊及檢要市政報告以打詢 首先請韓市長介紹市政團隊並做市政報告 請韓市長上報告台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我們本府列席的官員 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以及關心我們市府跟議會的所有旁聽席的民眾 首先先跟各位議會的議員女士先生介紹一下本府最新我們的團隊 向大家報告 第一位是我們李四川副市長 第二位是我們洪東偉副市長 第三位是我們楊秘書長明州 一須介紹接下來 研考會李主委 名義 新聞局王局長 潛秋 金發局代理局長 高代理局長 正遠 都發局林局長 玉毅 理哥年 gain 有了好的 主席 主席庄 張裏長 �achen 裡 見 不駄 decl呢 張署長 潮慧 國外政局長 蔡健 教育局吳局長榮豐 运動發展局周代理局長明正 水利局理局長榮薇 公務局吳局長明昌 新工處黃處長榮慶 養工處林處長志東 右手邊民政局曹局長環榮 警察局理局長永奎 消防局黃代理局長江翔 衛生局林局長立仁 社會局謝代理局長莉莉 環保局原局長中心 勞工局陳代理局長 交通局政局長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 農業局吳局長 捷運局范局長 賭房局蔡代理局長 地震局黃局長 行政國際處蔡代理處長 人事處陳處長 政風處林處長 法治局吳局長 空大劉校長 空大劉校長 客委會黃主委 原住民會吳主委 土開處吳處長 非常感謝各位議會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非常感謝主席 董事長 市長是市政簡單報告 市政簡單報告 也要謝謝我們本府的所有的新的我們團隊 謝謝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謝謝各位前來議會關心 高雄市政發展的各位民眾 各位好朋友 今天2019年1月17號 我想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跟我本人一樣 各位不管是新當選 還是連任 我們的心裡面應該都充滿了 各種不同的感情上的交集 或者情感上各種不同的變動 我覺得全世界都在看我們高雄 全台灣也在看我們高雄 我覺得我們肩膀上的責任好大 好重大 三百年來高雄發展的歷史 不管是清朝 日據時代 中華民國 高雄從來沒有變成台灣的重心 這次 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大概市長當了才20天 感覺上已經當了20個月了 好長好長 有的人都開玩笑說 韓市長你是不是當了兩年多了 各位議會女士先生 我覺得大家對我們的期待太高了 好多高雄市民都期待高雄的未來 能夠不一樣 能夠翻轉 這段時間我接觸到的不管是北台灣南台灣 或者海內外 我也看到很多我們北漂的高雄子弟 有的高雄子弟已經回不來了 他們在異鄉變成他們的家鄉 他們已經安生立命 娶妻生子 成立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工作 可是我們可以發現到 即使他是高雄子弟在的異鄉 他一樣對高雄有濃厚的情感 希望高雄這個家鄉能夠變得更好 另外一種高雄子弟我接觸到的 他們好希望能夠回來 他們希望高雄的未來 現在充滿了朝氣 有各種更好的工作機會 他們好渴望能夠回到自己的家鄉 來上班 來過正常的日子 而不要再漂流在外鄉 不管接觸到哪一種人 都有一種共同的心願 希望高雄的未來能變得更好 所以國瑜擔任市長 說一句 我心理上的壓力非常巨大 我怕的是什麼 我怕的做不好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擔憂 我們所接觸到目前的高雄 現況的確是不好 我想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你們肩膀上的責任壓力也一樣很巨大 我們所有旁邊每一個國家城市都在快速進步 高雄到底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消耗跟浪費 可能已經不多了 我們必須要趕快集中所有的力量 把高雄的資源整合起來 力量團結起來 所以我們時常講 正通人和 到底正通人和是不是雙胞胎 一體兩面 肯定是 如果未來的高雄市政府跟議會之間 我們正通人和 府會合作 我們只要對大多數市民有利的 我們市政府跟議會是攜手合作 我相信市民一定會感受得到 市政府新的團隊 在各位議會的監督之下 我們一定會抱得更謙卑的心 努力做得更好 我相信所有海內外的好朋友 2018年選舉之後 對高雄都抱得濃厚的興趣 對議會同樣也是非常高度的關切 市政府跟議會都承受了同樣的壓力 那期盼未來四年 我們能夠在監督之下 既能達到正通人和 又能夠達到府會之間合作無間 大家在嚴厲的監督之下 一樣有對市政府肯定的部分 我們在工部門 絕大多數市民的領域 高雄市未來的發展 我們是一條心 全力來衝 市政府團隊從我市長本人開始 我們沒有任何事情 我們全力以赴 為了高雄的未來 這一點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信任我們 我們一定會認真地來做 如果做得不好 多多鞭策我們 至於其他的書面資料 我想就請大家自行來參閱 那這是一個臨時會 我想我就不再做冗長的報告 那今天第一次這樣的一個 對議會做一個開場白簡短 也描述我們的心境 同時也闡述我們市政府新的團隊 我們有一顆無私的心 全心全意為高雄未來打拼 也希望議會各位議座多多來指導我們 我們一起來攜手合作 謝謝大家 謝謝 向大家報告 現在有大社環境守護聯盟 地球公民基金會 大社國中家長會長 由陳凱婷王志偉領隊 在旁聽席 大家鼓掌歡迎 謝謝大家